高晓松是娱乐圈内著名的才子,但同时也是圈内本名的丑男,不过他自己倒是很乐观,即使网上关于他的丑笑和表情包数不胜数,他依然调侃自己是最美的,颜值超高,这也许算是一种乐观。 而胡子邋遢,黑眶眼镜,油腻腻的头发,和手上一把扇子,倒是成了高晓松的标配,过于肥胖的瓜子脸,也让人啼笑皆非。 高晓松大学读的清华,家里客位是书香世家,在学生时期的高晓松,就是学校里的风驴人物,那是他没想着好好读书,而是想要去流浪,读的电子工程系,却有一颗文人才子的心,爱好音乐,还和老郎做了业余的乐队。 高晓松有放纵的资本,他家境优越,本身又是放纵不及爱自由,才华横溢,自然就信心十足。 高晓松从清华退学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戏,不过考研失败了,高晓松也就此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,他创作的《同桌的你》,至今也是经典的歌曲,睡在我上铺的兄弟,更是打动了不少毕业生,很多当年在大学期间写下的稿子,都成为了经典的作品。 高晓松的才华,不仅体现在音乐上,这几年他的主持,脱口秀也非常出彩。 或许是才华太出众,高晓松即使尝这副模样,也还是吸引了很多美女,他几乎每一个女友的颜值都非常高,高晓松后来也浪迹够了,终于成家,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 当了爸爸的高晓松完全从一个放纵不羁的诗人,变成了居家的好爸爸,就算后来他离婚了,但对孩子的关怀也加倍了。 他给女儿娶妮,在希腊语中意味着生命,从此,高晓松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女儿奴,经常会分享女儿的照片。 而原本让人担心以高晓松的基因,女儿会不会很丑,没想到,她女儿却气质非常好,物观也很轻利,年纪小就气场十足,继承了父亲的文艺范。 从小就开始学习钢琴和舞蹈到楼里,也十分找人喜欢,很多网友都说,散极了奶茶妹妹张泽天。 音乐